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方琪月 麻蛋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欧洲工具机展台抢商机300亿 公平会聚焦数位经济竞争 研究案将出炉 拜金得挺身季期许全民共同打拼 前夜报告 8年后台湾成超高龄社会 好 但您关心台股 台股上周五收稳在10500点之上 在美股道从指数再创新高加持下 多头信心不坠 加权指数今天开盘涨32.21点 突破10600点关卡 近期内资动作比外资法人更积极 后市要关注外资态度 美国Fan缩表时辰 以及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影响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欧派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 9月25号将举行库德族独立公投 如果顺利独立 库德区可能未筹措公共裁员 而大局产油对油价是利空 如果爆发冲突并影响产油 可能推升油价 坠岁金融集团 日本油储银行 以及数件日本地区性银行 联手成立财团 你合作在2020年 推出虚拟货币JCoin 目的是迎战国际电子支付服务 另外JCoin和比特币有别 货币走势会跟随日元 降低炒作机会 LG电子领军的OLED电视视战起飞 逐渐追上三星的量子点电视 逐渐LG为了抢市场发动杀架战 南韩媒体报导 华为OPPO VIVO和小米等 中国前四大手机品牌 2018年将全数项LG 采购OLED面板 全球最大显示器展览会 Touch Taiwan展览周三登场 展览看点包括 全创将展出全球第一 65寸8K全视角面板模组 有达这阻打电竞面板 另外智慧型手机面板转向OLED 和MicroLED崛起都是重点 新台电视正面报导 那看苹果换机潮 外销订单有望大成长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足弓则是身体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垫 采用德舒服专利滤金乳胶 防眉抑菌透气除臭 远红外线 平均释放足部压力 减少膝关节耗损 让你久战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像 德行天下 0425319388 达星养生烘焙 严选台湾在地优质农产品 专业烘焙 食品加工 各式点心 多样选择 健康无敷 轻松享受 美味无负担 客制花加工 定做最天然养生的好味道 创新 用心 深得宁心 达星养生烘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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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本周三经济部将会公布8月外销订单 外界关注随着苹果新机发表 智慧型手机出现明显换机热潮 加上下半年电子旺季效应 8月外销订单渴望延续 先前成长力道 力手正成长 提供新机iPhone X iPhone X Plus 本周即将到货 供应第一波 消费者预购预约换机潮 两台电信 推出快闪预购 从凌晨开始排队 台湾之新iPhone 8 预购人数 较去年iPhone 7 暴增一倍 远传电信光是线上预约人数 就突破9万人 非常引颈盼望 原因是因为前阵子的中阶手机 跟低阶手机比较多 那现在有了这个高阶手机 我们非常的期待 因为这是Apple第一次 它把这个上市分两段式的 这个上市 所以在8、8Plus跟这个10之间 应该会有彼此的一些 牵引跟销涨 苹果新机启动换机效应 加上电子旺季 经济部周三即将公布的 8月外销订单数据 官员预估年增率 介于4.1%到6.8% 8月出口将连续13个月正成长 乐观看待出口数据表现 我们在一般的贸易来看的话 应该是会的 所以这次比较有可能说 连续第13个月正成长吗 我们乐观的预估是这样 应该是没有错的 积极部数据显示 7月出口达到387.2亿美元 创历年同期新高 主要以自通讯 电子产品表现最佳 而不光8月出口成为焦点 苹果iPhone X系列 将延后至11月上市开卖 也渴望带动下半年外销订单 平盖股 鸿海 核 可成 金元代工 台积电 大力光等厂商 陆续传出解报 也不便是也带来新需求 最快9月出口就将有明显跳跃成长 也成为产业面观察指标 新台电视室维彤 台湾台北报导 但您看到今天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得勤全球分析 印度青年世代崛起 经济成长将超越中国 金融时报 美航泰业加速准备用益装 努斯洛普70亿美元 够火箭发动机商 OBITO 华街日报 欧元区薪资成长 创两年新高 通通率可能开始加温 日本经济新闻 瑞税邮政以及地方银行 联合成立新公司 主打新的虚拟货币J-Coin 更流台湾 以人为本 产业警报 带您看到 社头制造厂成功转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30年的专业酱料制造 上选马来西亚黑胡椒 与新鲜蔬菜 调配出安心的好品质 不含防腐剂 不添加人工香料 苔酥酱料 为您简单调理 美味又安心 是您料理的好帮手 主厨首选 轻松做出专业料理 您的美味调理专家 苔酥 用一声的故事 捏一声的糕饼 台湾芋头酥之父 阿葱塞 坚持就地取材 在地故乡原味 将诚挚浓情的台湾味 揉进每一块饼中 阿葱塞的小玉仔 皮酥 郁绵蜜 麻吉Q 奶黄醇 蛋黄香 纯粹食材 纯粹美味 回归单纯的好味道 阿葱塞 欢迎回来 彰化线舍头香是台湾之袜产业重镇 全盛时期的生产量占了全台市场70%以上 面对中国低价清销 有不少台商是选择西进 不过也有业者是选择 留在台湾 我们带您看到制造厂业者刘金元 以人作为设计理念 成功开发了足弓袜 我们今天的产业之观 穿上特殊设计的足弓袜 让扁平足仿佛有了足弓 拿起足弓袜一看 有着不同纹路 这些独特之法与结构 是台湾弹性包覆砂制造厂多年来的清血结晶 足弓的位置我们有特别加强它的这个编织的这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这个地方的一个支撑力 是它同一个一个方向的地方的三倍的强度 以人体站立姿势做足弓袜设计 透过织法结构 让足弓袜不穿实也能站立 原理是增加足弓部位的挺性 提升双脚内侧及脚后跟大于90度的包覆力 束骨部位与脚趾头周围也以立体呈现 全体做法繁复 前后必须经过70道工序 相较一般袜子一个小时可以支出十双 足弓袜则不到两双 从人为出发点 而不是只是单纯在做商品 我们讲到的品质不只是商品的品质 不只是服务的品质 我们更注重的是提升人的生活的品质 那在材料上面它用的又是最优质的 就是一些环保材料抗菌材料 那又又具有一些特殊的结构加上支撑 所以它是属于比较属于功能性的一个袜款 这家为主彰化射头的腾性包覆纱织造厂 已有二十多年历史 早已以腾性包纱材料织造为主 占全射头八成供应量 2002年起投入机能产品开发 全街多家国际知名运动品牌袜子代工 由于织袜品质佳 一般长泡满 全盛时期曾一个月生产超过100万双的袜子 还得动员其他社头的织袜场协力完工 我们那时候一个礼拜要出好多个货柜 那大家就是 就很 就大家都非常的有默契 就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通通都 就是先休假 然后努力的把这个订单完成 所以那种大家联系在一起的情感 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很感动 就大家这么的团结 这份对社头的情感 业者刘金元一直保存心中 不过台湾纺织业的荣景 却遇上中国地下清销习习 不少台商激进 但刘金元的公司没有跟风 坚信留在台湾才是最好的选择 直到现在不曾后悔 不会后悔 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 创造一个在地的一个机会 因为其实在创新这一块上面 我们台湾其实还蛮有 还是比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国家 还有具有更多的优势 而且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我们就是有很深厚的感情 有很多的我们曾经一起 共同的一些大家努力的一个回忆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 我们必须要凝聚更多的一个 团结的那个凝聚力 所以我觉得说当你吸进的时候 未必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是最好的 现在公司保有弹性包裤砂制造的优势 及开发技能袜等商品 潮多元制造厂前进 凝聚社头人的心 为台湾纺织业增加竞争力 但您看到明天9月19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联合国首脑会议 美联储为期两天货币政策会议 苹果作业系统iOS11释出 以及台湾配上线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方琪元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